小朋友往前走 儘量往前 拉起袖子 捲起褲罐 戴上斗笠 小朋友們和家長一起夏天 大家不怕髒不怕累 學習課堂外的知識 因為我喜歡種田 為什麼喜歡種田 因為可以採在冰冰涼涼的泥土裡面 好像農夫只是這樣掉進去而已 然後採用很熱 然後 而且很累還要一直挖腰 現在最重要的主食也是稻米嘛 然後所以說想要帶小朋友來體驗一下 就是種稻的那種心情 沒關係 不要害怕 慢慢來 食農教育 環境教育是備受重視的課題 北市動物園在週末除了舉辦插秧活動 土能夠幫我們附下去 讓我們的美人樹獲得更多營養 也響應植樹節在熱帶雨林區 種下內冬子 美人樹 茄冬等 適合台灣氣候的樹種 先有了樹種 這個環境的棲地佈置好之後 我們當然也有一些 我們推動保育計畫的動物 野生動物的部分 我們能夠參與 每種一棵樹 要把它當作說 我們再增加一個家人 或增加一個朋友態度來處理 他也希望透過這種植樹 種樹 來提倡這種環保 生態 讓這種觀念更深入人心 種樹只是一種形式上的象徵 最主要還是希望提醒人們 減少砍伐 破壞 建立與環境共產的關係 保護物種 永續發展 大家希望黃一杰 鄧英中 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